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4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华为造车 最近啊,华为关于造车还是不造车,似乎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 给人感觉啊,有点像公司内斗啊,宫廷剧 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最近几年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这个华为啊,在造车 虽然华为官方宣称华为不造车 但是华为从各种发布会啊,各种宣传来说啊 华为就在造车,华为问界 包括那个华为的那个于成东啊,他不是负责人吗 他到处宣传,给人感觉华为就是在造车 华为的logo啊,就打在这个合作产商的这个汽车上面 各种展示会,我记得前不久啊 华为的于成东还不是参加了一个活动吗 也是个新品发布会吧 然后在那个活动上面,于成东不就开始这个怼 或者开始撕比亚迪 说比亚迪啊,自然喜欢起火,容易起火 大概这个意思啊,搞得比亚迪啊,非常生气 专门官方发了一个声明啊 于成东在那个发布会上,他没有点比亚迪的名 但是很多车评人呢,很多这个网友啊 转发的时候就说啊,于成东说的就是比亚迪 虽然大家都知道于成东说的就是比亚迪 但是于成东确实没有点名 就是你知我知啊,你懂的 所以比亚迪坐不住了啊,中门发了一个声明啊 说这个于成东没有说比亚迪 你们再说是比亚迪,我就告你们 然后要求把所有的视频下架 大家有印象吗,结果还没几天呢 这个华为内部在一个业绩发布会上吧 这个华为的这个能职主席啊,叫徐直军 应该是这个人,在发布会上宣布华为不造车 现在外面宣传的什么华为造车都是假的 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原文去 总之他否认了华为造车 而且说华为不造车 华为只为合作产商赋能 后来这个任正非啊,还签发了一个文件 宣布啊,五年之内华为都不造车 然后于成东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段话 这话我也没记住啊,大概意思就是说 让时间证明一切,这很遗憾的 后来这个于成东啊就要求 所有的4S店啊,所有的门店啊 所有的合作方啊,把华为的logo啊 全部要去掉 后来还传言啊,说这个华为的董事长 这个孟晚舟啊,还说了 华为内部造车是有内鬼 就是违反了公司战略 为了部门或者什么利益去造车 与公司的发展路线严重不相符 等等这意思吧 如果说不能纠正不能改 那么就得走人啊,开除 这个也是传言啊 但是我想啊,你从这些表现 就是公开的报道来看 这个华为是有内斗的 这是秃子头上狮子明白着的 因为华为的轮值主席啊 徐之珍啊,他说不造车都没用 按道理他是说了算的 大家别搞错了啊 这个于成东,于大嘴 在华为排不上号啊 我说的排不上号就是决策 这几个人里面没有他 他应该排不进华为的这个 前五号人物 我对华为不太了解啊 总之决策层里面没有这个于成东 你比如说啊,华为公司层面的这个董事会 估计没有他 那这个轮值主席徐之君呢 说话都不好用啊 最后还得任正非出来签文件啊 公司内部进行宣传啊 这个造车是非法的啊 说明什么?说明徐之君说华为不能造车 于成东根本就不听啊 最后还是任正非出来力挺这个徐之君 于成东啊,才作罢 所以就华为造车这个啊 我来谈一谈我的看法 我看的角度啊 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很多人就问啊 你看很多造车新势力 很多人现在都是打破脑袋要去造车 你比如说小米要造车 苹果要造车 贾跃亭要造车等等啊 连徐老板都要造车 徐老板的车都已经造出来了 那华为为什么一会儿造车一会儿不造呢 实际在华为内部 这就是路线之争嘛 有造车派 有反对造车派 说简单点实际就是 华为的造车啊 走2B的路线 还是走2C的路线 虞成东就是2C路线的代表 华为内部形成的一致决议 是要走2B 就是为造车企业赋能 自己不冲到前面去 不打华为的牌子 这有什么区别呢 说所谓的就是造车还是不造车 咱们从任正非的角度考虑啊 任正非是不造车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你要想啊 为什么很多人一讨论什么电动车 就特别容易陷入这个技术流 就是哎呀 三电呢 什么这个技术那个技术啊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低端的 就你考虑问题方式已经被淘汰掉了 从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啊 就任正非这样的角色 他考虑造车和不造车 他有几个维度啊 几个因素啊决定 哪几个因素呢 就是他必须要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资金 你造车钱从哪来 这个钱不外乎啊 有这么几个来源 第一个是融资 融资就是股权融资啊 还有个叫什么 你借款 融资之外还有什么呢 补贴对吧 我造车期间可以从国家拿多少补贴 然后什么呢 然后就是我在这个地方造车 地方政府有没有配套资金啊 各个地方呢 产业园高科技啊园区高新什么开发区等等啊 他们都有这个产业基金和之类的都是政府设的 只是放在什么城头平台下面等等 总之是地方政府设的引导基金 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造车 政府十一八九会配套给你这个资金 有可能是股权融资 也有可能是借给你很低的利息 这叫撬动嘛 所以他第一考虑的是资金 第二考虑什么呢 营销 就是你这车造车卖给谁啊 你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消费者为什么买你这个车啊 第三个什么呢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杂项 就是市场准入啊造车的牌照啊 你跟人合作对吧 借别人的生产线的还是你自己自建生产线的等等 就这些杂项 这个都不是问题啊 第四个什么呢 技术 就是我都有了我也有钱 我这营销也可以啊 就是目标拥护我也已经精准定位了 政府的审批程序没问题 第四个就是技术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售后 其实售后啊也可以把它放到营销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要按优先顺数来排的话 技术是排在最后的 是最不重要的 像比较而已啊 最重要的是钱 没有钱 免谈 你什么都没用 那华为还没钱吗 大家很多人觉得华为多有钱呢 你错了 对吧 我大概看了一下华为的这个财报啊 好像去年是收入是六千多亿吧 看着这数还可以 但是利润只有三百多亿 是叫前几年下跌比较快 我有印象啊 以前大概19年或者什么时候 华为的利润反正倒过八百亿啊 就是说这么多年 华为的利润下滑比较厉害 这个其实也不要紧 但是华为它是一个不能上市的公司 它是非公众公司 而且华为是上不了市的 它没有办法上市 它这个股权结构决定了 华为为什么不能上市 大家自己在百度啊 或者是什么搜一下 这样的文章特别多 上不了市 上不了市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如果华为要造车的话 那对它的现金流是个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造车动不动几百亿认进去 这个是最起码的配置啊 资金需求啊 那个贾跃亭跑到美国 造车造了九年 花了两百四十多亿 现在造了个车壳子出来了 好像验车也出来了吧 下线了 花了二百四十亿 徐老板造车花了多少钱呢 好像粗算一下是四百亿 小米造车 苹果造车 花多少钱呢 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啊 造车新智力 什么蔚来啊 理想啊 小鹏 你看看他们烧了多少钱 现在是什么个结局 就是说新能源汽车 第一要素是钱 你得把钱砸下去 砸得越多越好 花为有钱砸吗 花为没钱砸 因为这些造车新智力啊 你包括贾跃亭 他那个钱都是融来的 都是融资的 花为你看他六千亿的营收 那个全是自己血汗钱的 挣来的 然后工资一发 然后这个费用一付 不剩多少钱了 他拿也钱拿去造车啊 拿去试错啊 没有人拿自己的血汗去 就造车的 都是融资 有人说花为可以借钱呢 问题是你花为借钱 拿什么做抵押呢 你现在造车 等到你做到盈亏平衡 等到你赚钱 那个可不是一年两年三年的问题 造车新智力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赚钱 造了多少年了 真正赚钱的也只有特斯拉嘛 那你要三年五年不赚钱 你这样外里面要扔多少钱 花为扛得住吗 从任正非角度来看 他就这么决策啊 去年问界好像只卖了几十亿吧 二十亿 你就算五十亿吧 好了 我们就算那比亚迪吧 卖了两百万台 什么概念 你一台十万块 实际上就是两千亿的产值 花为自己现在接近六千多亿的收入了 为了你一个两千亿的产值 这个不容易啊 你把比亚迪的干败啊 你有两千亿的产值 你才能赚多少钱呢 花为从六千亿干到八千亿 然后利润呢 说不定还是负的 作为一个老板 他就这么考虑啊 就第一个啊 就是说即便你花为造车很牛 一出来 马上就跟比亚迪看齐了 你也不过是多了两千亿的这个收入 大家想一想 你市场上又多两百万台车子卖啊 那你卷成什么样 即便成功了 也不过如此 对任正非来说 这叫锦上添花 问题是 要是不成呢 可能会把花为拖垮 花为现在什么情况 任正非三年前就说了 把花为接下来的任务是活下来 不是什么发展 是求活 人家都已经这么喊话了 三年前任正非就已经下达命令 签了文件 三年之内 花为不造车 今年花为任正非啊 又接着签 说五年之内还不能造车 什么意思啊 主要是美国对花为进行制裁 制裁完了这个花为现在元气大伤 要么说花为的利润一直在走下坡路呢 我去年就是花为要裁员呢 花为实际上现在要开源 截流 他哪有钱去造车啊 去烧啊 他也没办法去融资 所以很多人觉得花为家大业大 有的是钱 这个造车的钱拿不出来吗 你错了 他就是拿不出来 所以你看 这花为的这个决策层啊 直接就否定了造车啊 别造了 你做2B 2B什么意思啊 就是咱们研发 研发完了之后 这些通讯呢 这些软件呢 这些技术啊 卖给这些产商 咱们给厂商做好服务 有钱就赚钱 没钱就算了 他投入不大呀 亏了那是厂商的事啊 比如什么营销 什么准入 什么技术 这个对任正非来说 都不叫事啊 可以解决 核心就是钱嘛 现在花为整个的事要稳住 要活下来 明年比今年更惨 所以叫未雨绸缪啊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投资了 这个花为实际上 跟咱们韭菜空一集是一样的嘛 咱们韭菜空一集 现在虽然还有饭吃 但是你一考虑到明年好像要失业 你现在还投资吗 你这不是疯了吗 所以说你看 你把这个花为 想简单一点 跟咱们韭菜是一样的 你现在赚点钱 赶紧存银行存着 存工行 现在能不花的钱就不花 能少花就少花 尽量多赚钱 不要投资 更不能加杠杆 加杠杆你肯定爆雷 这是华为这个管理层 决策层 他们考虑问题 就这么考虑 那从于春冬角度说呢 因为于春冬 他是华为造车派的代表势力 你要知道 每个公司 他有不同的利益代表的 造车有造车人的这个利益 不造车有不造车的利益 那于春冬就是造车派的代表 这个于春冬啊 他以前 他不是负责手机吗 就是2C啊 他叫消费者业务吧 还是什么 搞不清他怎么架构啊 总之 手机是于春冬负责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在社会上面 或者网络上面 大部分网友啊 不知道什么徐志军 顶不计知道一个孟晚舟 孟晚舟是因为 被美国加拿大一抓 才活起来 大家才知道 否则孟晚舟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别看她是任正非的女儿 大家知道的就是个任正非 但现在于春冬的知名度非常高 为什么 他就是负责2C业务 2C业务就是做品牌 就是让消费者都知道 熟知 所以他经常做演讲 活动 推广 营销 都是他 所以大家说他是徐大嘴啊 一开口 华为的手机 那就秒杀苹果 大家可以看看 华为 这个于春冬的演说 我们非常惊讶 就是我们原来这个 中国车厂的这个质量管理能力啊 我们评价在 以华为的质量标准说 他还处于实系时代 实系时代 但跟我们合作以后 我们觉得他的质量管理体系 能超越了很多测厂的同行的水平 能做到超一流的这种水平 我刚才说我在这个手机 用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啊 我们把我们的手机的故障率 接手这个业务 我说我们的故障率啊 真的是 是 是苹果的好多倍 那现在是 倒过来了 现在苹果的手机的故障率 它是我们的好多倍 就我们实施它的好几分之一 就是靠我们的不断的 这种经营化的管理 我们质量体系的管理的能力来提升的 他这个大嘴有的时候不仅攻击对手啊 有时候把友军也给伤害了 他说传统的汽车厂商啊 管理水平太差 你看 那些跟他合作的传统车厂 这心里不是挖凉挖凉的 不是骂娘 吹就吹 你踩我干啥呢 江怀汽车我招谁惹事了 是不是道理 所以说他是于大嘴呢 就这意思 但是他的知名度高啊 很多人不知道 华为的轮值主席是谁 这个人到底干什么的 为什么当轮值主席 但是很多人知道于生东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说于生东 为什么一意孤行的要造车 首先第一个是为个人利益 这是我推测的 因为即使他主观上不是为了个人 但是客观上 他个人获得很大的利益 就是我刚才说的知名度 他如果做2B业务 网友不会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于生东啊 你顶多在这个造车小圈子里面 或者造手机的小圈子里面 有知名度 人家知道你 但是你走向网络 走向消费者 没人知道你 因为你做的是2B业务嘛 你跟那些厂商打交道 给厂商赴能 他一旦做这个2C业务 相当于在宣传他自己啊 你看 你一说苹果 你就会想到乔布斯 你说乔布斯就想到苹果 那乔布斯死了这么多年了 当然现在很多人 把苹果转移到库克身上 一说到库克和苹果 这样画等号 华为手机也一样的 你说华为手机 很多人要跟Ritonow 画等号去了 不是跟任正非 我说很多人啊 就是这个宣传会越来越 这个趋势 华为手机现在不相当于 停掉了吗 所以这个趋势停了 要如果 华为手机这么做下去的话 可能很多人 就把于成东 跟华为手机画等号了 那于成东 个人价值是巨大的 如果华为造车成功了 大家想一想 这于成东 是不是个人价值 又一次飞升呢 我记得这个微信啊 获得成功之后 那个微信 负责研发的 叫战小龙吧 这个微信 广州研究院的负责人吗 以前谁知道他 都知道马化腾 后来微信一成功之后 反正有那么几年 就疯狂的宣传这个战小龙 大家回忆回忆 搞得一度啊 大家都不知道 马化腾是什么人了 就知道战小龙 微信想合作 你就找战小龙 找马化腾不好使 微信里面 能不能放第三方的链接 张小龙说了算 所以说 造车啊 对于成东个人 肯定是有百利而不遗害 客观上 所以他有造车的 这个欲望和动力 第二个呢 就是部门利益啊 你想于成东 以前是负责手机的 这个华为手机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 正在三生期啊 要跟苹果PK 结果被美国制裁了 从这个部门来说啊 兄弟们饭网没了 你得给兄弟们找出路啊 那你这造手机的这批人干啥去啊 卖掉了一批的吧 他这个荣耀啊 他不是卖掉了吗 那还有一批人呢 怎么办 你不能给别的部门打砸呀 那个在华为内部 他也是有鄙视链的 也是有等级的 所以还得找贩者 所以要造车啊 不让我造手机 咱们造汽车 玩个大的 所以华为内部 不是于成东一个人要造车 肯定是有一拨人要造车 如果于成东一个人要造车 他也造不起来啊 就是以前造手机的那批人 有既得利益者 他不一定是到于成东这儿 说不定级别还更高的 支持于成东造汽车 然后于成东他就觉得 华为造车靠谱啊 从他角度来说 他不想钱的事啊 钱那是华为的事 那是老板的事 他考虑什么 你看啊 这些造车新势力 说技术 没有我强 咱们有技术 最核心的是营销啊 那华为的营销水平 那绝对秒杀这些造车新势力 以及什么比亚迪啊 比特斯拉都厉害 这个大家不能否认吧 以前造手机的时候 你看看华为多能营销啊 华为造手机 它是后发先制啊 就是它并不是最先造手机的 它是后来才造手机 反而把人家先造手机的 全部甩到后面去了 你不能不说华为的营销水平非常高 华为的海军啊 买华为就是爱国啊 买小米都不一定是爱国 你别看都是国产品牌啊 只有买华为才是爱国 买什么OPPO啊 格局低了 不仅不爱国 格局还有点低 那为什么会有这影响 你就不能不佩服华为的营销啊 刚才说了啊 营销决定你这个车能不能卖得掉 就是你这车有什么毛病不重要 车有毛病可以靠售后来弥补啊 顶不尽给你召回 零件给你换一遍 花不了多少钱 你的车有故障 他搞几个案例啊 搞几个车主 比如你驾驶 华为的什么汽车 要到西藏 挑战这个电池的是吧 什么急行情况下 他的续行里程 他只要找一个车主就行了 十一八九 你的车肯定要泡窝啊 肯定有故障啊 然后呢 售后干什么呢 你现在在哪 对吧 车你就别管了 我们负责给你拖回去修 然后现在给你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给你换一辆新车 你接着开 不耽误你的旅程 接下来一路走好 还有方案什么呢 给你买机票 你想费哪都行 等我把这车拖回去修好了 你在哪里把车给你送过去 这种贴心的服务 只要一宣传 那想一想 车主早就忘了 什么华为汽车有什么毛病 这个重要吗 有毛病不怕 只要服务贴心 这样的案例 搞几个一营销一宣传 大家对华为就更加有信心 技术重要吗 技术在这个几个要素里面 是排在最后一位 你只要把车搞出来了 你会营销 车就能卖得出 车卖出去就实现回款了 这个就能赚起来 至如这个车卖出去是赔钱了 还是说后面售后服务 赚钱了还是赔钱了 都不要紧的 他可以慢慢调啊 不是造车新势力到现在位置 他还没调到平衡点吗 还是在赔钱吗 每年烧几十亿 造车就怕卖不出去 你只要能卖出去就赢了 卖出去就跟营销有关系 你看很多车卖不出去 他就把往这个烂尾楼里放 假装卖出去了 所以于春冬他认为 他造车是有把握的 虽然说去年好像 华为的问界又不怎么样 但是他认为我今天在努力 这个势头非常好 因为合作的厂家又多了吗 我这个营销也跟上了 第一炮就开向比亚迪 其他的都不是对手 都没有办法进入华为的眼里 都不配做华为的对手 所以一出手就对准这个比亚迪 要的就是个老大的位置 搞手机那一套玩法又来了 是这个逻辑吧 但是于春冬 这个时候造车确实晚了一点 尤其对华为现金流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你要是早三年造车 你不还有补贴吗 还可以从国家套取补贴 好歹还有点钱 现在补贴已经停了 今年一月份 新冬元汽车补贴停了 全靠你自己了 你说咋弄啊 你像比亚迪 像这个很多造车新势力 补贴这一块 没少吃啊 今年一月份补贴停止的吧 你看 现在很多造车新势力 造车产杀就关门了 停产 好像那个产杀一个叫什么 天际汽车吧 也是造新冬元汽车的 杭州一个什么汽车 这网上这个停产的 这个新冬元汽车多的是啊 为什么补贴一停 它就停产呢 补贴没停的时候 它还在生产呢 你只要国家敢给补贴 我就敢不停产 你补贴一停 我就停产 大家就知道这里面的关系了 你华为没赶上这一波啊 好日子没赶上 所以他造车晚了一点 但是于成东他不这么想 他认为晚不要紧 现在正当时啊 华为只要一努力 就可以秒杀这些国产的 新冬元汽车这些新势力 拿下比亚迪也不再花下 然后他自己还说啊 时间会证明一些 意思就是你们这帮人不造车 以后会后悔的 关于新冬元汽车啊 那是早造早受益啊 4月2号啊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面呢 这个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 这是个副部级干部啊 他说啊 新能源车企巨头 掌握行业定价权 特斯拉比亚迪等头部行动员车企的利润空间较好 具备继续降价能力 他认为行业价格是由龙头企业决定 比如特斯拉在2023年初降价后 带动大量车企跟进 我记得国内有很多小粉红啊 说特斯拉降价是因为特斯拉卖不出去了 特斯拉卖不掉 你看人家徐长明啊 这官方啊 说啊 特斯拉是主动降价啊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特斯拉的单车利润在业内最高 徐长明举例称啊 2022年特斯拉单车利润超过1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近7万元 特斯拉一辆车要赚7万 即使降价3万元 还有4万元利润空间 他还提到啊 特斯拉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投入巨大研发费用 而这些软硬件上车后随着销量增加 边际成本下降十分明显 这徐长明的意思就是特斯拉还有降价空间 就问你怕不怕 那关于降价啊 这个比亚迪的王川福 他是怎么说的啊 大家听一听啊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王川福表示啊 在10万到20万元的产品价格 比亚迪有定价权 但公司希望平稳一点 不要搞得大家很难受 别人都没有活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10万20万 这个车里面 比亚迪是有定价权的 我不知道他说比亚迪有定价权 这个依据是什么啊 不知道 总之他说比亚迪有定价权 但是我们不能降价 不能搞得其他的车商啊 没有活路 作为消费者啊 我听到这话 我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那你其他的车商啊 没有活路 你为了他们 那就要割咱们韭菜是吗 就要让我们多花钱是吗 谁能让我们少花钱 谁能让消费者啊 以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更好的车 这个产商才是良心产商的 你为了其他的车厂 让他们有活路 就可以把车卖的贵一点吗 因为他有定价权 大家记住了 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那你就把价格定的高一点 是吗 所以啊 我就特别希望这个特斯拉啊 来卷 特斯拉还有降价空间 2022年是7万块钱一辆车 这个利润呢 那2023年1月份已经降了一点了 实际他还有一降 最终降到一辆车 他赚2万就够了 这些国产的什么新能源汽车啊 裤子都要掉下来 就得卷 只有卷才对咱们消费者负责任呢 才有利润咱们消费者 才能把整个价格给打下来 只有你喜欢哪个车 你喜欢比亚迪这种高科技的 买它去开滴滴 那是你个人的事啊 你喜欢特斯拉 那你买特斯拉啊 只有这样一卷 整个的价格才下来 去年年底这时候 所有的造成形势力 包括比亚迪 信誓单单都是不降价 不跟进 特斯拉是你自己卖不掉 所以你降价 你看 今天过往年 这脸就打得啪啪啪响 一个比一个降得更狠 为什么 你不降价消费者不买啊 人家都不傻 所以咱们作为消费者 热切的期盼这个特斯拉 再来一轮降价 特斯拉再降一轮 所有的产权又得跟着降 你不降 你不降 你卖不掉 你只能往烂尾楼里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是希望 我是支持华为造车的 因为华为有实力啊 他来一造车 那来个大家伙来卷 这个新能源汽车 不就更好看了吗 这个消费者 选择的余地不更多了吗 只有这样卷 这个新能源汽车里面 这些猫腻啊 这些花里活绕的 花而不实的 收智商税的 才会越来越少 因为他活不下去 你说你买了个新能源汽车 那个车本身就值个几万块钱 结果里面装饰啊 高科技的东西太多 一下变成60万豪华汽车 你说你找谁说理去 这个就好比你花了100万 买一套房子 结果你花了600万去专修 你不是有病吗 这没法治啊 这个 你看国产新能源汽车里面 拼的就是谁的屏幕大 全景天窗 按摩座椅 总之各种花里活绕的 忘了 你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燃油车 不管什么车 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啊 有人说国产汽车 这个自动驾驶 技术非常好 有的是什么多少个级别啊 在那儿如数加征呢 你看看啊 这个比亚迪集团 董事长 王专福 在比亚迪2022年 年报交流会上 谈到关于2022年 豪华品牌电动车 降价促销 王专福称啊 很多豪华品牌电动车销量惨大 有的产品七折八折卖 丢人 一个月卖几百台 我要是他就不去卖 打七折品牌怎么做 你看这王专福 他居然说 那个所谓的豪华品牌啊 他不要打折 你就这么高的价格顶着去卖 你打折卖都丢人了 怎么感觉好像他就是个消费者 过不去呢 王专福还说啊 在自动驾驶上 是被资本裹挟 这些年都是忽悠 高级驾驶辅助 才是实实在在的 是一个高级配置 高级驾驶辅助是有市场的 但是也不要对他期望过高 总之啊 王专福把这种什么 所谓的自动驾驶啊 结果否决了 那个就是噱头 就是忽悠 所以我说啊 从一个消费者角度来看 我是希望华为要造车 你的卷 这样消费者才能买到更便宜 更好的车 如果从整个汽车产业来说 华为能够杀入新能源汽车 那对国产的新能源汽车 这个整个品质提升 这个能力提升 肯定都是有帮助的 那国产汽车走出中国 这个步伐啊 就会更快 更稳健 你看现在比亚迪 三月份卖了20万辆车 我不知道他给国外卖了多少辆 总之我看到德国说 这个新能源汽车 特斯拉卖了14000多辆 三月份啊 比亚迪是50辆 我一直说 你在国内卖多少台 都没有意义 因为你可以往烂尾楼里放 你可以用各种手段造假 说我这车卖出去了 但是你在国外 这一套好像就玩不下去啊 就你得卖到国外 你才是真厉害 让外国人呢 都真心恐吓的下订单 买这个比亚迪 这才能叫成功啊 然后你跟国外的消费者 你就是不见价 而且还加价 而且还能卖得出去 人家还排队买 这个才叫厉害 不要割国内的韭菜 这国内的韭菜 本来智商就低 遭受双重侮辱 多掏钱了 还被人羞辱 所以说华为 要从这个任正非这个角度来说 现在介入新能源汽车 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你看都卷成什么样了 这个价格都在万下跌 已经利用空间很小了 而且特斯拉很有可能还要增加 把这利用空间压没了 这个小米啊 搞汽车搞了两年了 现在人家把价位啊 直接就定在五万到十万 小米汽车啊 就卖五万到十万 你看卷成什么样 新能源汽车先卷起来 然后再把那些油车啊 给卷死 我说卷死啊 不是说让油车全部倒闭啊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油车里面 有很多行业潜规则啊 都是收智商税的 如果不是新能源汽车这么卷 买油车的那个智商税啊 就一直这么交 那现在你看新能源汽车一卷 买油车的这个智商税啊 也省了一大笔 接着卷啊 争取把油车的这个智商税啊 全部卷掉 对消负者都是好事啊 好 关于华为啊 为什么不造车 咱们就聊到这里 仅供大家参考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